我是湖北武漢市人 我姓童 叫童斌 房子 是被武漢市犯罪车签了 是一系列犯罪行为 我暂时把它割下来了 我带北京来上访 来信访 地方政府根本不管 北京保安把我 制造了很严重的伤害 我上北京多次 五次都被押回去了 这是第六次再上北京来 报案要求立案 但是他们现在的话 前天跟我父亲两个做了比路 但是他们还是在推 不想立案 说什么 说什么 要我医院诊断证明 这跟做法医鉴定和立案是两回事 现在我真的不知道中国的法律还有没有法 这个情况是怎么处理 真不知道中国的共产典犯了罪以后 谁来管 现在我要是不立案 绝不甘休 绝不罢休 我愿意用自己的生命维护自己的活发传力 从兵维权的八字精神 就是无私无畏 理直修壮 就这样 谢谢 黑眼督 试霉